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歡迎回到哲學概論這門課 我們今天要進行的是第二章的第四節 第二章的第四節有一個標題 叫做 Philosophical Patriotism 我們把它翻成叫做哲學的愛國主義 這一節所談的當然是柏拉圖的另外的一個對話錄的內容 如果我們說前面在 Philosophical那邊因為談虔誠的問題 所以它所涉及到的是宗教哲學的問題 那麼在這一節我們所要談到的則是 涉及到政治哲學的問題 那麼整個第二章的結構 我們在前面已經談到了兩部柏拉圖的著作 就是第二節的Yucifer跟第三節的Apology 那麼今天我們要進入的是第四節 那麼這個第四節涉及到的柏拉圖的著作是Kritto Kritto當然也是一個人民 那他是蘇格拉圖的其中一個學生 然後他的家境很有錢 各位如果還記得的話在 Apology 那裡 我們說整個審判的程序有兩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就是決定蘇格拉圖是有罪還是無罪 那如果是有罪的話 接著第二個步驟則是要給予他什麼樣的懲罰 那麼在決定要給予蘇格拉圖怎麼樣的懲罰的時候 是由原告跟被告分別的提出他們的建議 那在被告的這邊也就是蘇格拉圖這邊 這個時候柏拉圖突然出現了 然後他就叫他的老師蘇格拉圖說 你不要提什麼住什麼提供免費的奧運村的時數 這樣的講法你就講一個罰款好了 那會有一個有錢的朋友能夠幫忙付這筆罰金 那麼這個有錢的朋友在這個著作裡面就出現了 就是quitto 就是quitto 那麼所以現在就是蘇格拉圖被關在牢裡 然後呢準備著要去執行他的死刑 那麼這裡這個從關進去到執行死刑 有一段期間 有一段期間 那麼在這段期間呢 這個quitto就來找這個 來看蘇格拉圖 然後提議蘇格拉圖說我出錢 賄賄欲足然後呢我們這個設法逃獄 這個是quitto 的這部對話錄 他的一個過程 那quitto 要說服蘇格拉圖 逃獄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以quitto 必須要說服得了 就是用一些道理來讓蘇格拉圖接受 那蘇格拉圖呢他當然也會提出他的想法 跟這個quitto 辯論 所以quitto 的這部對話錄 主要的就涉及到這個辯論 那麼在這個辯論裡面 一個主要的重點呢 就在於 我們要不要遵守城邦的法律 要不要遵守城邦大家決議的 這樣的一件事情 那麼如果這個城邦的這個判決 這個法律的判決 所決議的東西是一個不正義的事的話 那麼我們是不是還要去遵守他呢 或者更簡單的說惡法是不是法呢 我們需不需要去遵守一個惡法呢 這是quitto的裡面所討論的一個主題 那麼在這個主題裡面 並不是只是單純的涉及到法律而已 而且涉及到一個人跟城邦的關係 那麼擺在我們現代世界來說的話 就是一個人跟他的國家 跟他所屬的社會這樣的一個關係 所以這是一個政治哲學的課題 那麼首先我們要談到的就是這個標題 這個標題用patriotism這個字眼 這個字眼現在在一些這個媒體上面 比如說美國的一些影集就常常提到 而且這個patriotism 常常變成是像什麼3K黨 這個白人至上主義者 或者是一些壞人他們所佔的立場 但是如果我們回到他的這個字眼的話 他其實談的就是一個人 跟他所屬的國家的那個認同 這個是patriotism這個所要說的 所以事實上也就是小我跟大我之間的關係 好那麼這個在我們書裡面 從31 月開始 那麼他首先就提到 柏拉圖的這個 這個他稱之為叫做 Four Act Drama 這是一共有這個四幕的這樣的一齣戲 那麼現在我們來到了這四幕的第三幕 The Third Act 第三幕那裡 那麼他談到說這個第三幕呢 所談的呢是蘇格拉底的一個有錢的朋友 那這個朋友呢就是Crito 那麼這個Crito呢 offers to break him out of jail 這個要提供他金錢上的支柱 讓他能夠 break out of jail 就是逃獄 讓把他弄出這個監獄之外 讓他這個能夠逃掉牢獄之災 Break him out of jail 那麼大概他要描述的就是這樣的一件事情 好那麼在書裡面他談到 他說首先蘇格拉底呢在31頁的這個下面這段的第三行 他說蘇格拉底呢他相信他自己是清白的 他相信自己應該是無罪的 這個我們從前面在Apolicy那邊 蘇格拉底的這種不在乎漫不經心 甚至提議說 如果你們要處罰的話 就是讓我在這個奧運的選手村免費住宿 大概都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蘇格拉底其實是相信他是這個無罪的 那麼我們書裡面提到說蘇格拉底呢 他對於quitto 的回答 仍舊顯露出他那種哲學性的那樣的一個個性 就是用討論用論理的方式來回答 所以在31頁下面這段的第四行 他說 let's examine it 讓我們來檢查一下 蘇格拉底他的這個說法有沒有道理 以及quitto 要說服他 所講的話有沒有道理 他說 let's examine it he says and see if breaking out of prison is a good thing to do 來檢查一下 陶玉是不是一件好的行為 好的行為 那麼這裡呢他做了一個說明 在這個第五行的地方 他說 in this case getting out of prison is far from an escape from Alcatraz 這個Alcatraz 是美國的舊金山外面的 在舊金山海的外面的一個小島 那麼這個小島後來被建為監獄 那麼而且這個監獄有一個名稱 一個俗稱 就是他的正式名稱當然叫Alcatraz 那他的一個俗稱叫做惡魔島 那麼很多美國的影集或者是電影 也在這個地方拍攝 拍有關這個地方的一部電影 那麼這個島因為他孤立的 所以犯人被關在這個島上 幾乎不太可能逃得出去 那麼是一個在美國觀這種 比較重的罪行的一個監獄 那麼他現在在這裡說 在雅典要逃遇這件事情 他說不像是美國的犯人要逃出 這個Alcatraz這樣的一件事情 就是沒有那麼難 其實是很容易的一件事 那麼怎麼容易呢 他下面接著說 and involve no more than no more than 就是不過只要 no more than paying a guard to look the other way 就是付一筆錢給警衛 叫警衛看另外一個方向 就是不要看人家在逃遇 就是只要叫警衛說 你就看那一邊 你不要看這一邊 然後就可以逃走了 就可以逃走了 換句話說 在雅典要逃遇其實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而且這個警衛也不會受到什麼處罰 所以常常有逃遇的事 當然雅典是一個小城邦 而且我們從前面看到全部的雅典公民 加起來也不過就是幾百人 那如果再加上雅典的奴隸 那麼這個城邦事實上也就是幾千人而已 那這樣的一個小地方你逃出去了 你事實上就沒有辦法再待在這個城邦 那麼你勢必要什麼 這個離開自己的家鄉 這個出走到這個異鄉去 出走到異鄉去 那麼男的事實上是出走到異鄉去 而且我們可以想像的 那些這個起訴蘇格拉底的人 他們也許並不反對蘇格拉底逃遇 甚至蘇格拉底這個遠離這個雅典 因為他們要的也不過就是這樣 就是蘇格拉底死 這是一種離開雅典的方式 那麼或者蘇格拉底這個 假設他是被驅逐離開雅典 那麼這也是一個離開雅典的方式 因為在這些人的心目中 他們並不見得是話語人對不對 他們對於雅典有他們的關心 這個是我們在上個禮拜就已經提到過了 只是他們因此跟蘇格拉底有不一樣的看法 那麼對他們來講蘇格拉底呢 他所做的是一個危害城邦的傳統 然後影響到下一代這樣的一件事 所以他們要告蘇格拉底 那麼如果蘇格拉底能夠離開雅典 不管是死刑 還是這個驅逐出境 還是像他這樣逃遇 離開雅典 只要他不要再影響到雅典的這個傳統 對這些人來講也許他們是可以滿足的 是可以接受的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這個蘇格拉底又有 像Crito這樣有錢的學生 所以如果負一筆錢然後就可以逃遇 那看起來不會是什麼太難的事 那麼我們書裡面的這句話 因此要表達的就是 這不是一件太難的事 他絕對不會像是 這個美國的犯人要 這個逃離At Catars 那樣的困難 那麼唯一需要的就是負一筆錢給警衛 讓警衛裝作好像沒看到 結果蘇格拉底就逃出去了 只要做到這樣子就好了 OK 所以現在的關鍵 當然就不在於是錢的問題了 而在於蘇格拉底願不願意這樣做 在於蘇格拉底願不願意這樣做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Crito首先就是要去說服蘇格拉底越獄的 那麼他提出了一些理由來 那麼他的一個最主要的理由呢 他的講法是 因為他是蘇格拉底的一個好的朋友 good friend 那麼這個好朋友呢 如果他呢 竟然不願意出錢讓蘇格拉底越獄 這個Crito說 我的其他的朋友們呢 會罵我 說我愛錢甚於愛我的朋友 所以Crito說我拜託你 這個逃遇吧 就是你逃遇了我就不會遭受到這樣的指責 這個是Crito的一個主要的理由 這個主要的理由顯然是講的還這個蠻動人的 因為他在說這一點的時候 他談到的是為了他自己 Crito是為了他自己 他不是為了蘇格拉底對不對 他說我必須要當一個人家口中 所說的一個好的朋友 那麼我就必須要出這個錢 然後這個讓你逃遇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在這個31頁 這個下面這一段的中間 他說Crito make it sound like it's expected of him to bust Saccordi out 他說Crito講的好像是 大家都預期 這個Crito會幫助蘇格拉底越獄 這個 他講的好像是這個樣子 那麼 His men racionally 那麼他的一個主要的理由 for doing so is that he look bad if he doesn't 他說如果他不幫助蘇格拉底越獄的話 那麼他看起來就是一個壞朋友 一個不夠義氣的朋友 就是他這裡所說的 look bad for people will say that he cares more about his money than his friends 人家說你在乎的是錢 你不是在乎你的朋友 所以Crito說這個你一定要這樣做 這個是Crito所提出來的一個最主要的理由 你可以看到在這個理由裡面 他固然是個理性的理由 但是那裡面也動之以情對不對 告訴他說 我要做一個講義氣的朋友 我要做一個好的朋友 那你就要讓我這樣做 你就要讓我這樣做 那我要這樣做你就一定要什麼 一定要逃獄 不能夠不逃 這是他主要的理由 那除了他的這個主要理由之外 他還有其他的理由 那麼這個其他理由就是三十一頁的倒數第七行 他接著說的 he is armed with a couple of other reasons too 他說他還帶著其他理由 那麼其中 including the implausible one 其中甚至有一些理由 看起來不太可信 就是不太合理 可是呢 可是呢 他的瓜湖裡面說 雖然不太合理 他說 which Nangelis put on reader's heart string 這個pull就是什麼 拉 這裡就是 這個扯動 扯動讀者的心弦 就是聽起來還蠻令人覺得這個 這個會感情上的一個同感的 那麼這個這個是什麼呢 就是that he should do it for his kids 這裡的he 不是quittal 而是sakotis 那麼他說蘇格拉底呢 應該為了他的孩子們而這樣做 應該為了他的孩子們這樣做 你知道蘇格拉底 他當時他被犯死刑的時候 已經超過七十歲 年紀很大 尤其在古代的人 這個七十歲算是相當老了 這個後來的這個柏拉圖也好 亞利斯多德也好 其實都沒有活到這個年紀 那蘇格拉底當時已經活到七十歲了 但是呢他的小孩還都還很小 這些是什麼 就是蘇格拉底呢 他這個很晚才生小孩 那麼現在呢 quittal 說你必須要逃獄 不是為了你自己 剛剛他所講的其實也是啊 就不是為了自己 而是為了我quittal 自己對不對 那現在他所講的另外一個理由是 你應該為了你的孩子而逃獄 但是這個我們書裡面說 這是一個不太可信的理由 那麼為什麼他是一個不太可信的理由呢 As if their lives would improve with a 70 year old man in exile 他說他那樣講 彷彿這些小孩 他們會失去這個父親對不對 那假設他們沒有失去這個父親 蘇格拉底逃獄了 那蘇格拉底逃獄了呢 彷彿這些小孩呢 生活會過得比較好 可是你想想看 他們得到的是一個七十幾歲的老父 然後這個七十幾歲老父呢 無法在雅典立足 所以呢 他說這個 70 year old man in exile 是被放逐的 換句話說他人甚至不在雅典 他人不在雅典 他自己陌生都可能都有很大的困難 他人知道蘇格拉底本身其實本來就沒有在賺錢工作 那由離開了雅典 到任何人生地不熟的城邦去 離開雅典這麼的圓 那麼事實上他更加不可能去養家活口了 他這個家本來他在雅典的時候 就已經不是靠他在養家活口 那現在他被驅逐出境 而且他都已經超過七十歲了 他更加不可能養家活口 所以這個 Kritto 所提出來像這樣的理由 事實上是 這個他說是不太可信的 意思是說 這是什麼理由 這個蘇格拉底好好的待在雅典都沒有養家活口了 現在他被驅逐了 你還指望他養家活口 蠻動人心弦的 看到這樣的一個理由 你會覺得 Kritto 講得蠻好的 蠻感人的 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總之Kritto 就這個 費盡口舌的 這個要說服蘇格拉底 希望蘇格拉底 能夠接受這個 這個逃獄這件事情 這個是我們在 這裡看到的一個情況 那麼 書裡面他在講到這個 Kritto 的這個理由的時候 他講到主要的理由 那鼠子之外還有其他的理由 他用的是 He is armed with a couple of other reasons 這個arm 是什麼 就是配備武器 就是你要說服得了蘇格拉底 不容易對不對 所以你一定要什麼 想好各種理由 對不對 就好像 你要跟一個哲學老師辯論 可能不太容易 所以在你辯論前你要什麼 就是武器裝備齊全 先想好 我有些什麼樣的論證 來跟這個老師這個 對抗 跟這個老師辯論 所以他用的是arm 對不對 就是好像裝備起來 那麼他說他裝備了一些其他的理由 armed with a couple of other reasons to 那麼這些 這個裝備的理由裡面 包含了 其中一個比較 的這個 這個沒有說服力的 就是 the implausible one 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麼 透明片這裡我們可以看到的就是 這些不同的 這個翻譯 那個arm the with 裝備的一些其他的理由 不管是繁體字或者是簡體字的中譯本 他都沒有把這個arm with 把它用比較生動的方式 這個翻譯出來 另外就是繁體字中譯本把這個 the implausible one 翻譯成叫一些難以置信的說法 這這裡沒有一些對不對 他其實只有一個 這個是 翻譯上面的問題 好 另外就是在簡體字中譯本的部分 那麼這個簡體字中譯本呢 他其實講的就是至少在希臘 他的一個情況都是這樣 就是 如果一個人被這個判決流亡 那就是這個人 或者是他逃遇出去 通常就是他自己一個人逃出去 不會 希加代券全部這個帶出去 但是簡體字的中譯本呢 把這個蘇格拉底被這個 就是流放 逃遇流放出去 他這個自己 加了這樣的一個所謂的 跟 就是孩子們跟隨這位七行老翁流亡國外 但是我們事實上從剛剛那個 英文的句子上面沒有看到 這個要小孩子也跟著這個蘇格拉底 一起流亡出去 這個顯然是 綜藝本自己加上去的 好 那 Crito提出來的這兩個理由 你可以看到 都跟什麼有關 就是如果我們把它視為是一個理由 都跟好有關 什麼才是一個好的朋友 什麼才是一個好的父親 Crito在這裡面 講到說 我要當一個好的朋友 我就必須要幫助你 以美顯得我重視錢 勝於我的朋友 所以 他涉及到 怎麼樣才是一個好的朋友 那麼另外那個理由呢 他說 你要做好一個父親的責任 而你要做好一個父親的責任 你就必須要逃遇 你就這樣死掉了 把小孩 這個丟著 這個不是一個好父親之所當為 那麼這個是他的理由 所以這裡面也跟好有關 而好 也就是英文的good 是 蘇格拉底常常要討論的一個字眼 我們在哲學上 我們通常把這個good翻譯成善 不是翻譯成好 那麼 可是在口語上其實就是好的意思 我們講真善美 就是the true, the good, the beautiful the good 其實就是善 這個是哲學上的一個課題 因為他是在整個價值哲學上 作為一種價值 是一個正面的價值 那我們很在乎的 真是這樣的一個正面的價值 所以當Crito提出這樣的一個說法的時候 那蘇格拉底的興趣就來了 因為這裡面牽涉到 什麼叫做好 怎樣是一個好父親 怎樣是一個好朋友 那麼蘇格拉底要問的就是 什麼叫做好 我們來討論一下好 然後再來看看 我怎樣才會算是一個好的父親 你怎樣才會算是一個好的朋友 這個是蘇格拉底 這個針對Crito所提出來的理由 然後他的一個回應 所以我們在三十一頁的最後三行 這個看到他說 Sacreti's response to such rationalists the rationalists is that he should be concerned with doing what's right or that's how to be a good friend or good father 他說他所關心的就是 怎麼樣去做對的事 因為做對的事 牽涉到好的朋友 好的父親 那麼過去我們在前面的章節 談到倫理學的課題的時候 這個曾經講過 就是好跟對 這個好的相反是壞對不對 good or bad 那麼對的相反是錯 right and wrong 這個對我們講他是一個跟過程有關 跟行為有關的字眼 就是這是一個對的行為 還是是一個錯的行為 可是好跟壞呢 則是擺在這個行為的開端 以及這個行為的結尾 那麼這個開端牽涉到的是動機 結尾牽涉到的是結果 而且呢 這個動機跟結果呢 就牽涉到這個人本身 那麼這些都是好跟壞 就是好的動機壞的動機 好的結果壞的結果 以及這個人是好的人 還是壞的人 可是我們不會講這是對的人 還是錯的人對不對 因為這個對的人跟錯的人 好像比較像是說 誰是你的mr.right 誰是妳的 就是以後會跟妳在一起的人 這個跟行為道德沒有關係 我們現在所講的就是 對於蘇格拉底來講 一個好的人就是他應該要做對的事 透過對的事 才能夠證成他是一個好的人 那麼現在既然 這個Kritto 跟他談的是 一個好的朋友 或者一個好的父親 那麼蘇格拉底說 這正是我所關心的 但是要成為一個好的朋友 或者一個好的父親 牽涉到 是不是做對的事情 所以我們就來看看 陶育這件事情 是對的事情 還是不對的事情 這個是蘇格拉底 所以他要引起一個哲學上的討論 那麼他所提出來的一個主要的理由 那麼在我們書裡面 31 頁的最下面 一直到32 頁他解釋 他說 Breaking out of prison 這個Breaking out of prison 我們剛剛已經講過了就是什麼 就不管是 Break out of prison Break out of jail 就是陶育 越育對不對 那麼如果越育這件事情 是不正義的 這個不正義等於就是錯的 這個在倫理學上 正義不正義對錯 這個同樣都是來講一個行動 他說 If breaking out of the prison is unjust then to do so would be to set a bad example 那麼就是這個 等於是建立了一個壞的典範 If breaking out of prison is right right thing to do then that reason is not 那如果他是對的事 那當然就沒話說 OK 所以現在 Quito就在 跟蘇格拉底 要說服他的這個過程當中 他現在就面臨了一個挑戰 這個挑戰就是如何跟他說 樂譽是對的 樂譽是對的 那麼這個就是在 32頁的接著 第二段 那麼 Quito主要的一個 這個 需要提出論據的一個地方 那麼 Quito主要的一個論據 如果我們看他 他講了很多 那用我們現在的 話來說 那他的講法其實就相當於我們所說的 惡法非法 惡法非法 那麼在 Quito 的這個說法裡面 以及在我們現在的 這個使用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法呢 因此有兩個意義在 有兩個意義在 那麽這兩個意義呢 就是我寫在頭影片上面 所講的 第一個意義的法 指的是一個現成的 實然的 或者如果 我把它 借用我們在前面 所談到的 他涉及到就是力量陣營的法 也就是說法是一個有力量的東西 你生活在一個 法律的社會當中 你就要受到他的拘束 法律是一個現成的東西 是一個實然的東西 這個實然的東西 他就是被擺在那個地方 那麼惡法非法的這一句話 他的第一個法 所指的正是 這個意義 就是現成的實然的 力量陣營的法 那麼這個呢 在西方 他 就是談到這種現成的 實然的力量陣營的法 他有一個字眼 這個字眼呢 那就是各位在投影片上面 所看到的 拉丁文的lex 法文的loir 義大利文的legge 以及德文的gzets 還有英文的loir 這些字眼 他代表就是一個 現實的法律 可是下面他說 現實的法律 並不是法 那麼 如果 各位可以設想 如果這兩個法 意義是一樣的 那惡法當然也是法 對不對 那個公孫隆子說 白馬非馬 大家都說 怎麼白馬會不是馬呢 對不對 白馬也是馬呀 就像 黑色的馬也是馬 灰色的馬也是馬 花斑紋的馬也是馬 這些都是馬 那麼同樣的 惡的法 善的法 都是法 可是 這裡 這個我們講 惡法非法的時候 顯然這個法 的意義是不一樣的 顯然是不一樣的 那麼我們來看後面的這個法 要說的 就是他所指的是一個理念的 因而不是什麼 現成的對不對 他說指的是一個 因然的 因此不是一個實然的 那麼他說指的是一個什麼 是如果前面就是有兩個陣營對不對 一個力量的陣營 一個是善陣營 那麼這個法所指的是善陣營的法 就是 是屬於我們所認為符合善的的 或者有時候我們講法律是一種正義對不對 這個是自然法裡面的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法代表的某種公平 正義 這樣的精神 那麼這個其實就是理念的法 那麼他的惡法非法因此要講的就是 如果在現實上的一個實然的法律 他是惡的的話 那麼他就不是我們理念上 符合公平正義精神的那個法 這個就叫做惡法非法 惡法非法 所以在惡法非法的這個情況 他兩個法的意義其實是不一樣的 這個因此他就跟白馬非馬的那個 講法是不一樣的 好 那麼這個在西方 他們同樣的也有不一樣的字眼 跟前面的那個lex不一樣的字眼 就是拉丁語的use 這個use 就是拉丁語的i-u-s 拉丁語的i跟j其實是同一個字 所以i-u-s也就是j-u-s j-u-s是什麼呢 正義對不對 justice 這個字 就從拉丁語的這個use 而來的 所以這個法的意思其實代表的就是一種正義的精神 那樣的意義的法 那麼或者法文的dua 法文的dua 意大利文的dirito 德文的dreist 那麼英文 是比較特別的就是英文找不到一個 找不到兩個法的字 在所有的歐洲語言裡面都可以找得到 而且在歐洲最古老的文明在這個 開始出現法律的時候羅馬法這個拉丁文 我們就看到這兩個不同的法的字眼 那麼也因為是這樣 所以我自己在 以前寫一個關於法則學的論文的時候 我就把這個來自於拉丁文的lex翻譯成叫做lu lu就是一個現成的這個法律 而把這個比較抽象的法這個翻譯成法 就是法跟lu 用這樣的一種方式來翻譯 那這個是我在我的論文裡面 所就是在中文上的所做的一個區別 我們現在可以先不管那個區別 就是但是在這裡他在講惡法非法的時候 事實上他就有 這兩個不同的含義在 那在這個不同的含義裡面的這個法文 意大利文德文 的這個dua 或者dirito 或者leist 他其實都有一個意涵在 什麼意涵呢 就是 就是第一個 當他作為形容詞的時候 是右邊 這個法文說向右轉 aduar 就是向右 向右 那向左 agosh 所以dua本來就是右邊的意思 那由右邊而引申出來的另外一個意思就是 對的 右邊是對的 我自己覺得就是歐洲的語言的這樣的一種使用 有一種 右撇子沙文主義的味道在 那麼所謂的右撇子沙文主義的意思就是說 右邊的手是對的手 這樣的一種情況 就像我們說 right hand is the right hand 就是右邊的手是對的對不對 然後呢 左邊的呢 則是剩下的那一支 the left hand is the left hand 是被留下來的那一支手 那麼所以這顯然什麼 就是 就好像那種 大男人沙文主義 這個只有男人是人 女人好像不是人 那一樣的只有右邊的手是對的手 左邊的只是剩下的那一支而已 有這樣的一種味道在 但我們現在先不管 這種 這樣的一種味道 我這裡要講的就是 在所有的 歐洲的 這個 現在所使用的語言裡面 這個 帶有正義意味的 這個 法 這個字眼 他是從右邊 發展過來的 從右邊然後變成對的 從而變成正義 等等這樣的字眼 所以在西方早期的法則學 你比如說 黑格爾的法則學叫 德文 philosophy des rest 這個rest 其實就是這個 r e c h t 這個字眼 做成的 也就是說 談法則學不是在談 現成的 實然的 法律的哲學 而是在 談什麼是公平 什麼是正義 這樣的哲學 所以他所用的法 會是下面的這個法 那麼也因為這樣 所以英文在翻譯黑格爾法則學 這個 比如說黑格爾的 Philosophy des rest 的時候 英文就把它翻成叫 Philosophy of right 但是這樣翻譯 因為英文的right 沒有法律的意思 所以當他這樣翻譯的時候 就會出現一個後果 什麼後果呢 就是 有人就把黑格爾的法則學翻成叫做權力哲學 但是事實上你如果讀這整整法則學 那裡面不是在講權力義務 不是在講這種關係 相反的 整個黑格爾的法則學都在問 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正義 這樣的問題 並且他 討論道德的不是指限於法律的對 還涉及到什麼 道德的對 道德的對 然後還涉及到 一個國家民主當中的風俗習慣 所認為的對跟錯 等等 總之這個right這個字 是有這樣的一種意涵 所以它跟正義不正義是關聯在一起的 相反的一個現成的law 那不見得是正義對不對 不見得是對的 它純粹就是什麼 已經被制定出來 是一個實定法 一個現成的法律 那麼這個字眼就是德文的 Gazette 這個Gazette 在德文裡就是一個被設定出來的東西 那麼一個被設定出來的東西 沒有任何價值上認為它是 就是好的或壞的 對的或錯的 並沒有 它純粹就是一個已經被人給制定出來的 所以惡法的法 所指的是這樣的一個Gazette 這樣的一個law 那麼相反的那個惡法非法 在那裡用非法來判斷這個惡法 其實就給它一個價值上的判斷 因為在那裡面就牽涉到 什麼是正義 什麼是不正義 什麼是對 什麼是錯 它是有一個價值性的 而不是只是一個事實 那麼這樣的一個觀點的法 那麼就是德文的Rest 也就是這個英文講到的Right 所以You are right 你是對的 這裡面就是有一個價值的判斷在 就有一個價值的判斷在 好 那麼所以我們可以理解到惡法非法 這樣的一種意涵 這個其實是包含了兩個不同的 關於法的意義在 那麼如果了解這一點 那我們就要來看看Crito 這個他的主要的理由 那麼在32頁的第四行這裡 他提出了他的理由來 他說Sacretes should escape 他說蘇格拉底應該要逃 Because the verdict is unjust 因為這個審判是不正義的審判 an adjustment by the need to respect 那麼一個正義的人 不需要去尊重 In fact may even have a duty to violate 不只是不需要尊重 而且甚至是有義務要去違反 違反什麼呢 an unjust pronouncement 一個不正義的宣判 那麼也就是說 如果你宣稱你是一個好人 那麼你面對一個壞的東西 一個壞的判決 如果你還是什麼 接受這個壞的判決 那你不就是什麼 跟這個壞的判決 變成了一秋之落 就跟他是同一派 那你就不再是一個好的人了 一個好的人面對邪惡 要去對抗他 才能夠顯示出你的你是好的人 對不對 那如果你面對邪惡 你就完全逆來順受 你就跟這個邪惡 就變成的是同一國的 那你就一樣的是壞的人 這個是Crito的一個主要的理由 他要說服蘇格拉底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Crito是有備而來 對不對 我們說他裝備了武器 當然一旦蘇格拉底現在說 那我們就來談談 什麼是對 什麼是錯 Crito現在就開始說了 你應該要逃獄 逃獄是對的 因為你自己也認為 這個判決是不公平的 是不正義的 那麼如果你認為你是一個 具有希臘的德性 智慧 勇敢 節制 正義 虔誠 這樣的人作為一個正義的人 他不應該接受一個不正義的判決 如果你還接受這樣的一個不正義的判決 那你就等於什麼 把自己變成也是一個不正義的人了 所以你甚至是有義務要去 違背這樣的一個不正義的判決的 OK 那麼這個正是Crito 他要去說服蘇格拉底的一個理由 那麼在這個 他在Crito的這個 說服的這個理由當中 那麼我們看到 這裡面牽涉到三個問題 而且這三個問題呢 就非常的具有這個哲學性 那麼在我們書裡面 三十二頁的第六行 他說 Simply that it was a right at by a majority of Asenia juniors should be irrelevant 他說如果只是因為 這個判決呢 是由雅典的多數的審判者 所這個決定的 他說這個不重要 重要的是在於 他是正義的 還是他不是正義的 不能夠說因為多數的人 這個主張這樣 所以你就一定要去遵守 對不對 因為多數的人有可能什麼 根本就是一群暴民 對不對 民主政治的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在於民主政治 所做的決定 即使他是多數人所做的決定 也未必是對的 那麼一個對的人 不是應該要堅持他自己的看法嗎 這個是Crito 他所要提出來的 那麼在Crito這樣的一個看法裡面 他是有說服力的 而且這個說服力 這個牽涉到下面的三點 第一個他說 大人 Truth stand beyond popular opinion 他說真理不是應該要超越 這個普遍的意見嗎 意思是說 一個站在真理的立場的人 不應該跟其他的人同流合污 這個孟子講說 雖千萬人無亡乙 那雖千萬人無亡乙的前面一記 是自反而述 孟子的意思就是說 我經過我自己的反省 我發現我是對的 那麼當我認為我自己是對的時候 即使是一千萬人 或者一千人一萬人來阻擋我 我也照樣地做 因為我知道我是對的 所以我不會跟著別人一起 我一切都什麼 回到我自己的本心 回到我自己的 如果我們從後代宋明理學 對於孟子的繼承來看 回到我自己的良心 回到我自己的良知 我認為我自己是對的 那麼再多的人我也不管 這個真是一個哲學家 應該要有的本色 一個哲學家就是 我覺得我是對的的話 那所謂的popular opinion 我就不管他了 那是世俗的悔育 你為什麼要去計較世俗的悔育呢 那麼同樣的 現在是什麼 雅典的大部分的公民的審判 那你為什麼要在乎這些人呢 他們給了一個錯誤的審判 給了一個不正義的審判 那我們就什麼 不要管 不要去分手這樣的一個審判 這個是在 Kwito 的這個說法 就是惡法非法的這個說法裡面 所隱含的一個力量 那麼 這是我們書裡面所談到的第一點 就是所謂的truth stand beyond popular opinion 第二個他提到 Shouldn't Socrates obey his God rather than the man of Athens 這個我們在 Apology 那邊看到 蘇格拉底說 我心裡面有一個聲音對不對 然後這個聲音呢 會阻止我這個做什麼樣的事情 那我們的書裡面甚至提到 這個聲音不會只是說 no 他其實也可以告訴你 yes 只是因為蘇格拉底一直在做的事 對的事 所以 這個聲音就不需要出來指導蘇格拉底 那麼如果蘇格拉底主要的是 服從他自己內心的聲音 服從他自己的神 那蘇格拉底幹嘛要去服從這些雅典的人呢 對不對 這些雅典的公民的審判 他應該要聽他自己的聲音啊 那如果你現在覺得這個審判是不公義的 你就不應該去接受這個審判 那你當然就應該要逃獄 這個是另外的一個主要有力量的一個原因 就是蘇格拉底自己曾經很明白的這樣的講過 他說我還是會繼續聆聽我自己心裡的聲音 而不會去聽這個雅典的其他人對他的要求 那麼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規頭叫蘇格拉底陶玉就變得很有道理了 這是第二個的理由 那麼第三個他說 What do 30 swing balls have to do with justice 那麼這句話 第三個問題的這句話 我們看到那個簡體制的綜藝本 把他翻成叫 賠損團中三十名搖擺不定的成員 各位如果還記得的話 在apology 那裡 提到這個就是 蘇格拉底究竟是有罪還是無罪 在那裡曾經談到一點 就是那個 審判好像是150票對120票 然後換句話說 有120票認為蘇格拉底是無罪 150票是認為蘇格拉底有罪 所以這差了30票 那麼這個相差的這個30票就是30 swing balls 那麼所以這個繁體制的綜藝本在這裡譯的比較好 他說那30名關鍵少數可以決定正義是什麼 只差30票而已 就決定了這個蘇格拉底要被判決死刑 這件事情這個實在是太少了 我們為什麼要在乎那30票 這個是第三個理由 那麼透過這些理由 我們因此就看到 這個Quito 他在這裡要求蘇格拉底 這個逃獄 事實上是有他的說服的力量在 好 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待會再繼續 好 那麼這個 Quito 提出了他的論辯 那麼蘇格拉底當然就要接招 所以蘇格拉底必須針對Quito 的這個說法 這個 提出 他的回應 那麼這個回應呢 從我們書裡面的32頁的第三段這裡開始 那麼他 開始 這個 設想一個 觀念 那麼這個就是我們在第三段這邊開始看到 他說 Soccrates then imagines a more profound dialogue than the one he finds himself in between him and what he calls the laws 那麼這裡呢 他開始出現一個大寫的法律 用來跟前面的那個小寫的法律 來做一個對照 那這裡的大寫的法律呢 雖然講的還是實然的那個法律的意義 但是呢 他不是只是那個成文的 寫在法典上的白紙黑字的那個法律 相反的他代表的是制度 體制 或者是國家社會等等 這樣的一個構想 換句話說 他不是只是法律條文本身 而是這個法律條文背後 支持著這個法律的那個體制 這個是大寫的the law 所要說的 那麼這個大寫的the law 如果我們把它擺在 黑格爾的法哲學裡面來看的話 那麼就是黑格爾 那個在他用精神這個字眼 來貫穿整個人類社會的所有東西 裡面所要講的客觀的精神 客觀的精神 而這個客觀的精神呢 包含了什麼 包含了台大的社會科學院 台大的法律學院 這個裡面各個科系所涉及到的 都是這個所謂的objective spirit 所包含的範圍 所以我們可以來看看 就是在黑格爾的這個精神哲學裡面 所講到的三種精神 那麼這三種精神呢 就是主觀的精神 客觀的精神 跟絕對的精神 那我要稍微解釋一下 這些精神有什麼不同 他們相同的地方就是 他們都是精神對不對 那麼所謂的精神就是什麼呢 就是出自於人的內心 出自於人的靈魂 出自於人的心思所產生的東西 從而精神哲學跟它相對比的是自然哲學 因為自然哲學指的是什麼 這個天地萬物石頭 那麼乃至於人也有屬於自然的一面 這個自然的一面就是什麼 我們的肉體對不對 我們的這個器官等等 可是人不是只有這個身體而已對不對 人有一種心靈 那麼這個心靈會有 產生各式各樣的判斷 價值 認同不認同以及等等 那麼當它產生這些東西的時候 那麼就是主觀的精神 主觀的精神 所以這個主觀的精神就是來自於一個個人 這個所產生的 那麼很典型的一種主觀的精神就是什麼 愛對不對 你看上了一個人 你愛上他了 這個就是一個主觀精神的事物 那麼除了這個愛之外 個人的自由 就是我想要幹嘛 我就可以幹嘛 這種就是個人的自由 那麼個人的自由呢 也是主觀的精神所追求的 一個小孩子 當他這個出生 然後他開始能夠譬如說走路的時候 他 初步的感受到他的自由 為什麼 因為他的範圍就不再只限於搖籃 他現在可以爬下床 有可能是跌下床 但是他不斷地要去探索這個世界 因為他正在擴充著他自己的自由 那麼這個就是他的主觀精神的一部分 那麼同樣的正義感 其實也是一種主觀的精神 就是你看到一個人欺負另外一個人 你覺得非常的不公平 你的正義感油然而生 那麼這個正義感也是一種主觀的精神 那麼除此之外 這個個人的各種價值也是 我愛什麼東西 我討厭什麼東西 尤其是食物對不對 我愛吃什麼樣的食物 我不愛吃什麼樣的食物 愛甜的 愛鹹的 愛辣的 不愛辣的 這個各式各樣的不同的那個 好物 這些都是在這個主觀的精神當中 那黑格爾的精神哲學 不是只是在講主觀的精神 他要從這個主觀的精神 過渡到客觀的精神 那麼這個客觀的精神就牽涉到 我剛剛講的客觀精神的領域就是 法律學院 社會科學院的領域 所以客觀的精神呢 就是從個人擴充到社會 擴充到我們所生活的人類世界去 那麼愛 作為一種主觀的精神 他本身是什麼 本身是一個內心的感覺 可是這個內心的感覺是不被別人所承認的對不對 所以暗戀這個是非常非常主觀精神的東西 可是呢 當你跟另外一個人在一起 而且呢宣稱我們兩個是一對 其他的人不能夠來侵犯 我們兩個人之間的 人與人之間的連結的時候 那麼這個愛就不再只是屬於你個人的東西了 因為他宣示了一種力量 這個力量就是每個人都應該要承認我跟他的關係 那麼這個就是在法律上所保障的婚姻制度 那麼婚姻看起來 婚姻的制度看起來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 一個外在的規範 但是在另一方面 他其實是 從個人擴充到社會 要去肯認 要讓其他的人去肯認 我跟另外這個人之間的愛 的一個重要的進步 就是更進一步的東西 一個社會化的東西 而不再只是一個停留在我的內心裡的東西 所以主觀的精神是一個還停留在 個人的內心裡的東西 可是客觀的精神不是的 這個原來主觀的東西呢 要被招式出來 要被放在一個社會的脈絡裡面 讓所有的人都看到並且接受 那麼這個就是客觀的精神 那麼我們所生活的世界 是一個客觀的精神的世界 就是我們所生活的一個社會的領域 那麼憲法的保障 個人的自由 就是你想要出去你想要什麼 可是你想要什麼碰到阻礙對不對 那麼如果我現在主張我有這個自由 別個人不可以來阻礙我 我就需要憲法的保障 憲法對於人的自由 人的權利有很多很多的保障 透過這個保障 我要求別人要承認我有這個個人的自由 所以你可以看到客觀的精神 跟主觀精神之間的關係 就是主觀的精神是那個一開始的時候的一個內涵 而客觀的精神呢則是一個成為社會別人所承認所接受的 因為要透過這樣 我的愛才能夠得到實現 因為透過這樣我的個人的自由 才不會碰到阻礙 那即使碰到阻礙 我可以要求法律來這個去除這個阻礙 那麼同樣的一個人有正義感 那只是你內心裡面的正義感對不對 你沒有辦法什麼 這個確保你所看見的強欺弱 這個多數人霸凌少數人等等 這些事情這個你對他無可奈何 那麼必須要透過法律 這個正義感才能夠什麼 才能夠得到他的滿足 所以在某個意義上來說 這個婚姻並不是愛情的墳墓 相反的婚姻其實是愛情的實現 因為愛情若在個人的內心裡面 其實是多變的 你知道屬於主觀精神的東西事實上是多變的 我今天很愛 明天不愛 後天甚至有點恨 討厭 那麼他其實是一個起伏不定的東西 對於黑格來講 只有讓他變成一種客觀的東西 才能夠確保他的穩定性 愛 個人的自由 正義感 個人的價值 這些都是不穩定的 你今天很有正義感 明天太忙了 不管了 就是這個大欺小強凌弱 這個是別人家的事 我就不理了 他就只能夠什麼 訴諸於有時候突然有這種感覺 有時候沒這種感覺 他是不確定的東西 他必須要變成法律 他才能夠變成是一個穩定的東西 那我們人類所建構出來的社會 一個人類所建構出來的人類世界 其實就是讓他變成是一個穩定的東西 那這個讓我能夠比較確定 我出去還是能夠保有某些自由 我確定在這個社會上所看到的不公不義的事情 他們可以透過法律來得到解決 而不是只是訴諸於我個人的感受而已 這個就是所謂的客觀精神的世界 那我在這裡把金錢也看作是一種客觀的精神 我的意思是說 你生活在你自己的世界 你覺得這個東西很有價值 那個東西很有價值 那是你個人 每一個人的價值可能是不一樣 金錢是一個社會 至少在資本主義的社會 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裡面所建立的一個共同的價值 也就是說當我要去鼓勵一個什麼事情的時候 我可以什麼 提供更多的金錢的援助 因為我覺得那是好的 所以我對於那個價值的肯定 就可以透過金權來解決 你知道這個一張鈔票 如果我們純粹的從物質上來看的話 他不過就是一張印刷精美的紙張而已對不對 可是為什麼你在拿到 譬如說你在公館拿到一張印刷精美的宣傳單的時候 你就把它拿去回收了 但是你拿到一張印刷精美的鈔票的時候 你趕快才不露白 趕快把它收起來 為什麼 如果他們都是印刷精美的紙張 他們的不同在哪裡 他們的不同正在於 我們對於這個所謂的金錢貨幣 我們大家共同的承認 他價值1000元 我們給了他這樣的一種承認 而且這個承認不是你個人的 是整個社會都這樣承認 因為如果只是你個人 你自己拿著一張廣告單 印刷精美的廣告單 你說我用這個廣告單來買中午的便當 沒有人會接受你用廣告單來買中午的便當對不對 它必須要成為一個社會性共同承認的東西 那麼這個就是客觀的精神的世界 那麼所以你可以理解到客觀精神的世界 其實是我們整個社會的經濟 法律 政治 以及各方面的一個普遍性 這個普遍性就是大家共同的 不停留在只是一個人的 所以你一個人可以有你自己個人的價值 可是如果他要變成一個普遍的可以交換的價值 那他就要變成是像金錢這樣的東西 這個就是客觀精神的世界 那麼黑格爾在精神哲學裡面 他談到主觀的精神 並且進一步的怎麼樣的外化成為一種客觀的精神 然後最後達到這個絕對的精神 這是他在精神哲學裡面的一個課題 那談到這個課題 我們因此就這個理解到蘇格拉底 他在談這個為什麼要遵守法律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整個把他的論辨 提升到一個比較高的層次 這個層次其實就代於 我們對於這個社會的認同 那麼這個對於社會的認同 就是我剛剛所講的那個大寫的the laws 大寫的the laws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蘇格拉底在這裡 他要回應quitto 他說 What emerges is that citizens have an implicit contract with the law 他說當我們在一個社會裡面出現 的時候 那麼很重要的就是作為這個社會的公民 在雅典就是城邦的公民 這個公民呢 他跟這個所謂的大寫的laws 之間有一個implicit country 有一個隱含的契約在 有一個隱含的契約在 也就是說我跟這個社會之間 有一個隱含的約定在 而這個約定其實是保障我的權利 同時也刻我以義務的那樣的一個約定 那麼這個在這個約定裡面 他這個談到 他說在三十二頁的第三段的 第二四五六 第六行 他說with all the benefits of living in a political system 是在一個政治系統當中 這個生活的所有的便利 生活的所有的利益 都牽涉在那裡面 那麼他後面就舉了很多例子 他說the marriage codes that provide for our birth and upbringing 他說譬如說婚姻的法律規定 這個婚姻的法律規定呢 讓我們被生下來呢 有我們的民憤在對不對 那麼我們可以什麼 享受到社會給我們的福利 保障 那麼在我們的成長的過程中 我們可以譬如說有受教育啦 等等這樣的一種權利在 那麼arm the forces to protect us 就是武力 比如說軍人 警察 軍警的力量 能夠來保護我們 然後education health codes roads and so on 我們享受教育啦 享受這個健康上面的保障啦 或者是甚至享受這個 在台灣任何一個地方的道路的便利 這些都顯示什麼 你其實在享受著這個社會的資源對不對 這個社會給你很多很多的便利 那當然這個社會因此也對你有一些要求 譬如說你必須要付稅 你必須要守法 你必須要在台灣我們還需要服兵役 以及等等 就是社會也要求你一些東西 那麼有社會給你這樣的福利 也給你這樣的要求 他說這個就是某種 某個意義上的一個 implicit contract 就是一個隱含的契約 那麼因為有這個隱含的契約 所以你享受這些便利 毫無愧疑 因為你其實是跟這個社會 是有一個契約關係的 那麼你也必須要去遵守這個社會 對你的這個要求 那麼這個就是 我們談到人跟外在的社會 或者人跟客觀 精神世界當中的一個關係 這樣的一種關係 OK 那麼所以他在後面接著談到 也就是三十二頁中間這一段的中間的部分 他說 It's hard to think of a single aspect of our lives untouched by the law 他說你很難想像 你現在生活當中 有哪個地方 是不被這個大寫的法律所接觸到 也就是說 你只要一出門對不對 外面的馬路 那個就是屬於這個社會的對不對 然後公園 然後路燈 然後你這個買東西 這個買賣的制度的保障 這些其實都被這個社會 所概括的包含在他那裡面 所以我們的生活 其實都跟這個社會牽連在一起 牽連在一起 這個是他在這裡面所說的的 一個主要的 一個人與世界 社會世界 或者是小我與大我之間的一個關係 OK 那你說 我跟這個社會 並沒有真的簽什麼契約啊對不對 好 那也可以 他下面說 If we don't like the deal 如果你不喜歡這個買賣這個交易 也就是說 你並不想要跟這個社會有任何的契約關係 There are two important provisions regions to the country 那麼你就有兩個選擇 對於這個隱含的契約 第一個選擇呢 We are allowed to live 第一個就是離開嘛 離開這個社會啊對不對 你說你跟這個社會沒有簽任何契約 那你就沒有權利享受任何 這個社會所保障的 制度啦 福利啦 權利啦 法律啦 這些你都沒有 沒有 所以你就離開這個社會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Or we may try to change the system sue legal means 那麼或者呢 你還想要留在這裡 那你覺得這個契約並不圓滿 因為這個社會某些對你的要求你不滿意 那很簡單 你透過立法的制度去改變這個社會 讓這個社會呢 不再是你不喜歡的那個樣子 所以第一個辦法就是什麼 徹底的永遠的離開 第二個辦法是什麼 改變這個社會 讓這個社會 這個跟你簽有契約的這個社會 是一個比較符合於你的想法的這樣的一個社會 好 那麼這樣的一種想法在西方 尤其是在近代的政治哲學的發展上 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我們所謂的社會契約論 有些時候呢 他也被簡稱為叫社約論 這個 法國的哲學家如說 他的一本著作直接的就是 social contract 就是社會契約 那麼可是這個這個理論 其實不是只有如說提出來 在我們書裡面提到 英國的 John Locke 或者是更早 Thomas Hobbes 霍布斯 他們其實都提出了這樣的一種想法 甚至我們在康德的政治哲學的思想裡面 也可以看到這樣的一種社會契約的思想 所以社會契約的思想 其實是近代的西方政治哲學上 這個一開始的時候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那麼他們沒有一個人認為 我們真的跟這個社會簽了 白紙黑字的契約並沒有 但是他說 這裡面是隱含的一個契約關係 我們跟國家 我們跟社會 而這個就是在 在三十二頁的這一段的最後五行 他說 very presence in the state 他說 我們就是活在這個國家當中 而且呢 就是這個 我們在這個國家當中的出現 這個出現本身呢 at least after the legal age of adulthood 他說至少呢 在我們成年以後 也就是符合法定的一個 需要負法律責任的這樣的一個年紀之後 那麼我們在這個國家當中的一個現身呢 provise what the philosopher John Locke codes tacit consent to such a country 他說 都有這個洛克所說的一個隱含的承諾 這個隱含的承諾就是 你接受這個契約 你接受這個契約 那麼你一旦接受這個契約 你當然可以享有 這個社會給你的保障 以及福利 但是你也必須要負擔 你在這個社會當中的責任跟義務 這個就是社會企業理論的一個主要內容 那蘇格拉底的時代並沒有社會企業理論 並沒有這個觀念 但是蘇格拉底在描述這個大寫的法律 the law 的時候 他其實就是在談人跟這個社會之間 是有這樣的一個關係的 是有這樣的一個關係的 所以我們會看到在這一段的最後 他說 If 沙克拉底 didn't like living in a democracy where one can be charged for unholiness then he shouldn't have stuck around for seventy years 他說如果蘇格拉底不喜歡雅典 不喜歡雅典 因為雅典判他說他不虔誠 對不對 那如果蘇格拉底是不喜歡這樣的一個社會 而這個社會本來就是用民主的制度 來決定你是否犯罪 如果你本來就不喜歡 那你還在雅典待了七十年 你這個人也真是有夠厚臉皮的 你享受了雅典這麼多的好處 享受了雅典這麼多的福利 然後現在你被判判刑了 你說你不要待在雅典 你要這個逃獄要跑出去 聽起來是有點說不過去吧 因為這樣的一種想法好像是什麼 有好處的時候我就來了 發現對我有壞處的時候我就逃走了 那你其實對於這個雅典這個城邦 這個所謂的這個社會的 這個所謂的這個客觀的精神的世界 你其實只是想要利用它而已 你並沒有什麼真正的抱著一種誠意 來簽訂這個你跟這個社會之間的契約 這個是蘇格拉底他要去論述 就是什麼樣才是一個好的人 這裡面牽涉到什麼是一個對的行為 他所思考的一個主要的內容 那麼你可以說在他的這個思考裡面 顯然的已經不再是像Crito在一開始的時候 那樣的一個言詞上的辯論了 他開始去想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了 那麼所以我們因此就要進入到這個 政治哲學的這個領域裡面來 那麼在第二小節這裡呢 我們就是要來看看一個國家 那裡面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麼 因為這裡面就侵涉到政治哲學的一個主要課題 那麼這個就是三十二頁的下面 那麼第二小節那裡面所談到的 他說現在想像就是我們推翻掉了一個 獨裁的君主 然後我們大家說 我們來建立一個比較好的社會吧 我們可以在這個社會裡面 大家都可以共同的生存 那要建立這樣的一個社會呢 我們必須要設定一些法律啦 然後設定一些這個執政的人啦 領導者啦 然後要有法官啦 然後要有警察啦 要有什麼啦 就是把這些一個國家社會裡面 需要的人都設立 他說除了設立這些有形的機關 制度 我們還需要什麼呢 還需要什麼呢 那麼 他說要需要的東西呢 就是 承認這件事情 那麼承認其實是黑格爾的 我剛剛我們講到黑格爾的主觀精神 然後客觀精神對不對 從主觀精神到客觀精神的一個重要的轉變呢 就是多了一個所謂的承認 多了一個承認 承認不是跟自己有關的對不對 承認是別人那邊的東西 別人有一個什麼東西 然後你知道我這個東西 不是只是知道 而且你還接受 那才叫做承認 所以承認這個字 在英文裡面承認有兩個不同的字眼 一個叫recognition 一個叫acknowledgement 那我要說的就是 在承認這個字眼裡面 如果我們把recognition的字手拿掉 就是cognition cognition是什麼 知對不對 認知 可是承認比認知多了一個字手 recognition 他不只是要認知到而已 而且要接受他 要接受他 這個是承認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一個多出來的東西 同樣的 acknowledgement這個字 他也有一個字手 對不對 然後才是knowledge knowledge就是知識對不對 可是他不是只是知識 而且要把這個知識 接納過來進到我的生命當中 這個就是knowledgement 這個就是承認 就是承認 那麼主觀精神進入到客觀的精神 牽涉到我們跟其他人之間的關聯 這個關聯不是物質上的關聯 不是什麼所謂的人與人之間的連結 不是這種東西 而是我們對於其他人 在我們的心靈上對於他的承認 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婚姻 婚姻很重要的一個就是承認 就是我承認他們兩個是夫妻 在西方早期的時候 牧師就是為一對男女 這個做主持他們的這個婚姻 他除了問這個男生說 你接受他為你的妻子嗎 然後對這個女生說 你接受他為你的丈夫嗎 他除了問這個之外 他接著還要問在場的所有人 所以婚姻需要有公開之儀式 至少在古代是這樣 他還要問在場的所有人 你們當中有任何人反對這個婚姻嗎 然後這個當沒有人反對這個婚姻的時候 然後這個牧師才說 好 你們成為夫妻 那麼這個問有沒有人反對這個婚姻 的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 要大家承認 也就是要大家知道 並且接受這兩個人 是配偶的關係 這個是成為客觀精神的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那麼這個部分呢 也就是他現在在說一個國家社會的建立 並不是只是這些體制 法律啦 法律啦 這個制度啦 道路啦 這個公共設施啦 不是只有這樣而已 他還有一個東西 就是三十二頁的最後兩行 他說 so we still need one absolutely crucial ingredient which is the people's willingness to follow those laws 就是人們願意去遵守法律 願意去遵守法律 所以圖法不足以自行 一個國家有法律 大家都不遵守 他其實就不是法律 他其實就是不是法律 所以這裡面 就牽涉到主觀精神 與客觀精神之間的關係 就是他需要這個客觀的精神 多了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就是對於公共事務的承認 也就是對於公共事務的知 並且接納 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麼講到這樣的一種情況 我想大家都看過 The Bédicte Brasse 就是這個小王子這本書 那麼小王子離開了他的星球 他來到地球之前 他其實經過了好幾個不同的星球 那麼他所到的第一個星球 就是一個國王的星球 那個星球上面只有國王一個人 所以他就自己封自己為國王 可是他是一個沒有成名的國王 對不對 所以他看到小王子來就很高興 為什麼 因為小王子就會是他的成名 那麼他為什麼需要小王子呢 因為他需要有人承認他是國王 可是如果你看那個對話的過程 其實小王子從頭到尾不知道在幹嘛 對不對 所以小王子從頭到尾沒有承認他是國王 小王子要站起來 那個國王就說 等一下 我命令你站起來 然後你再站起來對不對 所以他是一個沒有得到任何承認的國王 一個沒有得到任何承認的國王 其實就是像是一部沒有得到任何人承認的法律 那是沒有辦法執行的法律 同樣的一個沒有得到任何人承認的國王 就不是國王 基本上就不是國王 就好像你跟另外一個人在演 這個表示演主人跟奴隸 說他是奴隸我是主人 然後你要支配他對不對 說我叫奴隸幹嘛奴隸就要幹嘛 那如果那個奴隸說不 你如果叫我做的事情我不想做我不做 那主人也無可奈何 那你其實就不是他的主人對不對 因為要奴隸同意他才願意他才願意做 那等於就是你對他沒有任何的權利可言 沒有任何權利可言 那麼在一個社會裡面 公權力的運作有效在於人們接受公權力 否則一個總統他也不過就是一個碳水化合物對不對 他也不過就是一個人 他並沒有長得特別的高大 他並不特別的恐無有力 他憑什麼要求人家要那樣做呢 只在於因為人家尊重這個總統的權利 所以他才會這個接納這個總統的要求 其實是在於這個 而這個真是來自於這個承認這件事情 那麼一個社會要能夠這個成立 承認是非常重要的 我剛剛說 如果我們的貨幣 大家不承認他有價值 如果一張1000元的鈔票 這個大家並不承認他是有1000元的鈔票 你拿著1000元的鈔票 到任何一個商店去 這個商店都不接受的話 那麼他就沒有辦法成為貨幣了 那麼這個經濟的體制就會瓦解 所以經濟體制的成立 其實在於大家共同的承認 同樣的 政治權利 能夠讓這個權利得以聲張 在於大家的承認 在於大家的承認 法律的制度之所以也能夠執行 在於大家承認 那是有效的法律 那麼所以你可以說 整個社會科學院 都法律學院 所有的這些 所有的這些東西 其實都建立在客觀精神最重要的一個觀念上面 就是承認的觀念 承認其實是在民主的制度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東西 當大家不承認 然後這個權利的中心 卻要把它徹底的執行的時候 那麼他就會變成是一個暴力的情況 而不是一個大家願意遵守的情況 這個就是他在這裡面講到 社會裡面的一個重要的因素在 那如果了解這一點 我們也許就可以來看看 在33頁的第三行這裡 他說 They would have legal cause but no order 他說當一個社會沒有承認這件事情的時候 那麼他可以有法律 但是不會有法律的秩序在 因為大家不接受這個法律對不對 他說for those are meaningless and those people generally abide by them 他說如果大家都不遵守 除非大家都遵守 否則法律是沒有意義的 法律的意義就在於 它是一個大家願意遵守的東西 那麼所以在一個暴政的國家 就是只靠著武力去威嚇 讓人去遵守的那樣的一個國家 就是大家其實不想遵守 但是因為他有很強大的武力的情況下 那麼他們的情況就會是 they would have laws but not the laws 他說那他就只有小血的法律 而沒有那個大血的法律 因為他缺乏什麼 缺乏客觀精神所必要的承認 所以你當然可以有法律 這個法律是什麼 獨裁的君主我想怎麼制定 我就怎麼制定 我制定很多規則對不對 然後大家都不想遵守 那大家都不想遵守 我就逼你遵守 如果我有軍事武力的話 我逼你遵守 那麼你可以說這些人 就是在武力之下被迫遵守 他們並沒有真的承認 那麼他所具有的就只有這種小血的法律 而沒有大血的法律 那麼下面他接著提到 他說In some sense 大血的the laws are our willingness to respect law or custom 他說其實大血的法律 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的意願 這個意願就是我們要去尊重這個法律 或者是尊重習慣 他之所以會談到習慣 是因為整個西方的法律 其實有兩種體制 一種就是英美法的體制 一種就是歐陸法的體制 歐陸法的體制是 有白紫黑字的法律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法典 有法典的法律 就是像我們所謂的六法全書 但是在英美法的體制那邊 他沒有這種白紫黑字 他的法律其實就是一種習慣 或者有時候我們稱之為叫習慣法 那麼人願意去尊重這樣的習慣 或者是願意尊重白紫黑字的法律 那麼才會有大血的the laws 否則就只剩下小血的the laws 他說 all you have left is raw power 當沒有這個願意接受的那個意願的時候 那麼我們所具有的就只有什麼 raw power to create order 就是那個粗暴的力量 就只剩下那個粗暴的力量 就是那個作為食然的東西 他靠著粗暴的力量去逼迫人去遵守 一個社會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他就是一種高壓的統治 就是一種高壓的統治 了解這一點 那麼因此我們就可以來這樣的說 就是我們剛剛區別了兩種法對不對 一種是現成的食然的力量陣營的法 那麼他在西方的使用裡面有這樣的一個字 lex droit legge 跟 zet's law 我通常把它翻成律 另外一個則是理念的 陰然的善陣營的法 也就是西方的語言裡面的use dua dilito rest 或者英文很勉強的翻譯成right 這樣的法 那麼我把它翻譯成就是中文的法 就是一個叫律一個叫法 那麼現在我們書裡面講的the law 大寫的the law 他其實就是一個來自於理念的現實 因為他來自於什麼 每個人願意接納他 所以他來自於主觀的精神對不對 來自於主觀的精神 而成為一種客觀的精神的東西 所以他是一種來自於理念的現實 來自於陰然的死然 來自於善的力量 這個正是大寫的the law 那麼所有的社會科學家 政治學家 法律學家 這個經濟學家等等 其實都在構思的就是 什麼是一個理想的社會對不對 一個理想的社會事實上 就是怎麼樣去建立這樣的一種大學的the law 也就是出自於每一個人都認同的 那樣的一個外在的社會的體制 這個是這個大寫的the law 呈現出來的意思 好 那麼所以我們就可以來看到 就是這個大寫的the law 正是蘇格拉底所關心的 就是我們所生活的社會世界 那樣的一個世界是怎樣 那在我們的書裡面 他談到這個大寫的the law 他說如果我們單單只是用契約論 契約理論就是來自於Hobst 來自於Lock 來自於Rousseau 他們所提出來的那種契約理論來講 其實是不夠的 蘇格拉底並沒有這個契約理論 對於他來講 那個大寫的the law 是比一個契約來得更多 更緊密的 我們跟這個社會不是只是契約的關係而已 那麼這正是在33頁的第二段 這裡他所要說的 他說the laws make an even stronger claim on earth than the country 這個大寫的法律 其實不是只是 我們跟外在的人類世界 有一個契約這樣的一個關係而已 蘇格拉底在描述 我們跟他的關係的時候 他談的不是那樣的一種契約關係 他說 蘇格拉底在描寫這個大寫的法律 描寫這個我們所生活的城邦的時候 他把它描述的像是我們的父母一樣 對於蘇格拉底來講 我們之所以有我們現在的這樣的一種生命 是來自於我們的父母 同時其實也是來自於我們的城邦 我們跟這個城邦 其實是這樣的一種緊密的關係 緊密的關係 這個是在這個 這一小節的最後這一段 他所要說的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關係裡面 他在下面的地方 他談到他說 but in both cases Our identity is much more fundamentally formed by them 他說不管是在契約的情況 還是是在 這個父母親跟我們之間的關係的情況 他說這裡面都牽涉到我們的認同 這個identity identity就是同一性 那麼對於一個人來講 他其實就是他所認同的 我是誰的子女 我是臺灣人對不對 我是什麼 這是人的identity 我們的身份證叫做identity card對不對 就是那個身份證上的人就是你 你就是他 這是identity對不對 那麼現在講說 Our identity就是我之所以為我 我之所以為我 其實就是出自於這個社會 就像是我之所以為我 是出自於我們的父母一樣 對於蘇格拉底來講 他認為我們要理解 我們跟小我跟大我之間的關聯 其實有更多的 是這樣的一種情況 然後他下面就是說 It's shallow to believe otherwise 他說如果你不是這樣子的來理解 小我跟大我之間的關係的話 那其實是很膚淺的 很膚淺的一個 看待人跟世界的一個關聯 那麼在這裡 他下面接著就談到了 當代的一個很重要的政治哲學家 McIntyre 他的一句話 他的一句話 那麼這個是在33頁這段的中間的地方 他說 There is an important truth partial though it may be in Alistair McIntyre's Claim 那麼他說 即使這句話可能有一點 這個不那麼的公平 但是呢 去裡面卻包含有一個很重要的真理在 McIntyre 所說的這個話 這個話說的是 I can only answer the question what am I to do if I can answer the prior question of what story or stories is do I find myself apart 那麼在這個 McIntyre 所講的這句話裡面 這個這句話是出自於他的一本很重要的著作 就是一本這個倫理學與政治哲學的名著 叫after virtue virtue 就是 希臘人所講的德性 我們在之前就已經提到過 說 智慧 勇敢 節制 正義 虔誠 這些都是所謂的virtues 就是都是德性 或者都是優越 那麼after 就是 比如說兩個人 走到一個比較狹窄的地方 一個人說after you 就是你先走 我跟在你後面 那after virtue 意思就是什麼 就是要去追隨德性 追隨優越 也就是說 我人活著就是要去追求 成為一個優秀的人 成為一個卓越的人 這樣的情況 那麼對於 McIntyre 來講 就是希臘的社會 所追求的是德性 從而他們其實所追求的就是 成為一種優秀的人 所以他用 After Virtue 這個字眼 來作為他的書名 那麼他在這本書裡面 他談到 他說當我們要問 我要做什麼的時候 McIntyre 說 這句話是沒有辦法 放在一切的脈絡裡面來說 你要做什麼的 你要知道你要做什麼 其實跟你所生活的 世界是關聯在一起的 所以我們一個哲學家沒有辦法 告訴一個虛無的人說 我不知道我人生活著要幹嘛 然後就直接告訴你說 所有的人都一樣都是要幹嘛的 這個沒有這樣的一個普遍的答案 可以對每一個人都說 你就是要幹嘛的 這個你要幹嘛的 這個幹嘛的前面有一個前提在 這個前提呢 就是他在這裡面所說的 我發現我自己是在哪一個故事裡面 或者是在哪一些故事裡面 只有搞清楚你在哪一個故事 或在哪一些故事裡面 才能夠說清楚你要幹嘛 因為你要幹嘛 跟你在什麼故事當中 是關聯在一起的 那麼同樣的 一個人怎樣做才是對的 怎樣做是錯的 不是把這個人從社會當中抽離出來 然後就說你要怎麼做 相反的你要怎麼做這件事情 只有擺在你所生活的世界 擺在你的社會國家的脈絡當中 才能夠說你要做些什麼 才能是說你要做些什麼 這個真是McIntyre 他在After Virtue 裡面的 一個重要的觀念 那麼透過這樣的一個觀念 我們因此呢 就了解到 What am I to do 這個倫理學的問題 這個一個人問說我應該要做什麼 他有一個先決的問題 就是 Of what story of stories do I find myself apart 就是你要發現到 他是這樣子 那麼在 三十三頁中間這一段的 最後七行 那個柱十七的後面 他提到 他說Sacrides understand that He is a part of the story of Aston 就是蘇格拉底理解到 他自己就是雅典的這個故事的一部分 他把自己認同為他是雅典的公民 所以他就是雅典的故事的一部分 這個就好像如果你把你自己認同為你是一個台灣人 那麼在台灣的這個故事裡面 你就是其中的一個角色 那麼蘇格拉底認同他是雅典的這個故事 所以他說 He is also of course a part of the story of philosophy and the story of justice 他說 他是雅典這個故事他也是什麼 哲學的這個故事 他也是 他說一直在問的正義是什麼的這個正義的故事 當中的一部分 那麼一個人呢先要把自己是儲生在什麼樣的一個故事當中 先要搞清楚 那麼他說 認識了自己所自身的故事之後呢 他說 Boss of which take precedence for essence like all cities Boss of basis in justice and humanity 那麼他說雅典呢就是這樣的一個城邦 這個城邦是什麼呢 認為自己是處在正義當中的城邦 認為自己是具有人性的城邦 這樣的一種情況 所以他說 Sacrides has taken his stand 所以蘇格拉底已經什麼 很清楚的選擇了他的立場了 他他搞清楚了他自己屬於的故事是怎樣的一個故事 然後他說 Now his deep respect for the city that has born and raised him compelled him to accept the consequence of taking that stand 那麼所以他對於這個城邦的尊重 這個生他養他的這個城邦的這樣的一個尊重 讓他要去接受 他所選擇的那個立場的結果 這個是蘇格拉底自己所認同的 蘇格拉底把自己放在這個故事裡面 那麼他一旦這樣子的選擇了之後 那麼他就必須要 接受這個選擇之後的一個結果 這個正是蘇格拉底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接受 Quitto 要他逃獄的一個主要原因 這個剛才就是在第二節這裡面 第二小節這裡面 他所鋪陳出來 蘇格拉底在跟Quitto 的對話當中 他把Quitto 帶到一個更深的政治哲學的一個思考 這個人與社會的關係的思考 然後最終他要告訴Quitto就是 為什麼我沒有辦法選擇逃獄這件事情 我們今天就先上到這個地方 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個地方 好啊 這件事我先上到這個地方 和他無聊天 就不過我把他去做這個地方 就先上一條影片 我之前是要有的 他這件事 我覺得男生還有一個女生 不可能 他就不可能 感谢观看